这是在一整棵树上雕刻了形态各异的小松鼠 上面还有一只鹤 另外一只看不清换个角度 看出来了啊是老鹰 这只鹤形态必真 下面还督出了一匹狼 对这样的雕树有没有兴趣 有兴趣的话我们去Machelle's Bay 我们现在呢是在Machelle Bay的其中一条走道上面 这条走道的名字呢叫Lake Shore走道 一共1.5公里 非常的平整也安全 谁都可以走 Lake Shore走道的一边呢是Sinclair湖 咱们的位置就在Sinclair湖的东边 也有这个走道 走落到Sinclair湖边可以领略湖面的风光 那走道的另一边呢 就是一片田野 田野风光 我们可以看一下 走道上面不可忽利的景点呢 就是这些雕刻 都是用原木雕存 就是这一个雕树作品 它就是一棵树木雕出来的 还是值得看 剑冰作者的是一个巴扎鱼 除了这些可爱的雕树 这条主道上的另外一个亮点 就是路边类似这样的图片介绍 它给你一个图片 说这个叫什么名字 像这种鸟 还有你如果有时间 你可能就在眼前这个树林里找到这些鸟 那么除了鸟呢 它还有别的 比如说这里有狐狸 是红狐狸 还有什么火鸡 比如这里告诉我们 有凯优狸 北美小狼 beaver 还有什么 类似的有非常的多 这个鹰 它有好几种鹰 不同的鹰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慢慢的读一下 就当着学习 除了学英语 也学知识 动植物 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这里有哪些花花草草 路边也可以看到一些野花 这个火炬 他们当地人拿这个火炬 来制作泡茶用的材料 给它晾干 然后泡茶 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果子 不知不觉的 1.5公里的走道很快就走完 终点是可以停车 有五个车位 那么除了这个走道 那么除了这个走道还有别的 比如说这里有一条叫 Memorial走道 你只要抬头找到这个Metro Bay的水塔 就找到刚才提到的Memorial走道了 这个走道不长 但是呢 它停车位特别多 看到的都是可以停车的 另外一条走道呢 叫North Lake Shore Nature走道 也可以去走一走 那Metro Bay它除了这些走道啊 它还是一个钓鱼的好地方 有很多人莫名而来钓 叫小嘴鲁鱼 非常有名 每年还比赛 另外呢 在这里可以划船打猎 还可以带孩子来水平的沙滩游玩 目前沙滩没有开放也太冷了 夏天的时候 那这个位置在哪里 我把地图呢 掐到后面 是在Metro Bay的地理位置 是在Chartan 图片上那个红点就是 就在Sinclair湖的湖边 我们南温沙出发呢 大约开车一个小时左右 能够到达那里 它和我们上去去买新鲜牛肉的那个农场店 非常的近 距离30公里 所以我比较建议 咱们可以先去那里玩 然后呢 再去买了牛肉回家 牛肉价格是高的 但是那个品质真的不错 可以去试一次 不久前 我做过一个关于农场牛肉店的视频 有兴趣的 可以找来看看 那我把它家的地址呢 还是留在这里 谢谢你的收看 大家周末愉快 再见